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汽车下壳游泳的场景更是举不胜嘴 当然最让人痛心的是因为水灾不少人失去了生命 这滔天洪水似乎再次告诉我们在大自然面前 人类是这么渺小 不过感叹之余我们也需要反思 难道我们对暴雨洪水就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有些城市每年好几个亿的防洪投资 那为什么在洪水面前还是不堪一击呢 今天的洪雨就要带您去一个神奇的地方看看 江西南部的赣州古城 那这里神奇在哪呢 很多人可能记得 2010年的6月 我国南部同样出现了特大暴雨 百年难遇 当时很多地方受灾的情况不亚于今年 当时武汉杭州南昌长沙全都内涝成灾 好几万人被迫转移 那赣州什么情况呢 更危急 当时赣州的降雨量超过100毫米 赣江张江贡江的水位猛涨 严重超过了警戒线 赣州市周边城市几乎全部被淹 到处是一片泽国 正因如此呢 当时赣州有关部门的领导呢非常紧张 为啥呢 来看这个 这是赣州古城的地理示意图 从这张图上呢 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张江贡江是贴城而过 在他的下面呢 汇河城江西最大的河流 赣江 古城呢 三面环水 地势低矮 那么这种地理环境呢 很可能导致古城内涝 或者是洪水倒灌 这就不是闹着玩了 要知道 古城他住着近十万人 一旦古城被淹 这十万人的生命和财产呢 可就全泡水里了 所以呢 当时情况相当危急 那么事实情况怎么样呢 事实情况呢 让人傻了眼 怎么呢 这是当时拍照的画面 看到没 旁边是滔滔洪水 在岸边 当地人呢 该做生意的做生意 该上班的上班 他们根本没把洪水当回事 没一个转移 奇怪吧 不光是这个啊 还有更奇怪的 您注意看地面 看到暴雨之后的积水没 几乎没有 您说这怎么回事啊 一连几天暴雨 你要搁别的地方 那得这个武警叔叔 开着冲锋舟来接人呢 可这里呢 只要雨一停 水呢 就没了 全都神秘的消失 那雨水去了哪呢 下再大的暴雨 这个水就马上就被流走了 不会烟 再大的雨都不会烟 不会不会 注意啊 当地人说古城不会被烟 可不光是现在 人家呢还说了这么一句话 不是我们说没有烟过 我家爷爷也说也没有烟过 其实呢 还不光是他爷爷 就他爷爷的爷爷呢 也这么说 赣州古城自打北宋开始 将近上千年了 这里呢 从来就没被烟过 哎 那您说这话可信吗 说实话 起初呢 我们是真不信 为啥呢 因为从气候上说呀 这赣州呢 它属于压热带气风气候 那这种气候呢 夏季暴雨 咱尝尝 那从地理环境说呢 这赣州呢 它位处赣南山区的盆地 而在山区啊 一旦暴雨 那出现洪水 那也是场上 再说了 赣州古城呢 三面环水 地势呢 还很低 内涝和洪水倒灌的可能 那都相当大 那您说这样的地方 可能像当地人说的 近千年没被烟过吗 说实话 十年呢 我信 百年 那我就要打问号 更何况千年呢 那么 事实 究竟怎么样呢 为了验证当地人的说法呢 我们来到当地水利部门呢 去求证 资料都在这里 整个水利局的这个资料 我们全部在这个资料室里包裹 也就是说每年哪一年 洪水到什么程度啊 是吧 都有详细的记录 很快 在赣州市水利质里面呢 张局长呢 就找到了赣州洪涝的相关记录 一般 一般大雨水的三到五年 就会发生一次我们赣州 发生了 超警戒 几步是年年都会超警戒 那么史治里 到底有没有赣州古城被淹的记录呢 我们没想到 结果呢 真让我们大吃一惊 翻遍所有史料 前面呢 跨越九百多年 里面呢 还真的找不出赣州古城被淹的任何记录 神奇吧 水位超警戒 那是年年要 可是近千年来 不管水位多高 赣州古城呢 还真就没被淹过 这在中国的城市里 那简直有点难以想象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庇佑这座千年古城呢 带着好奇 我们在当地呢 做了走法 没想到啊 在古城啊 我们竟然听到了两个不可思议的说法 这第一个说法呢 是所谓的神龟陀城 赣州古城他为什么千年不落呢 民间说呀 是因为古城啊 他是建在一个巨大的神龟背上 洪水上涨 神龟呢 他也会上浮 所以呢 古城他言不着 有点神话啊 可您不知道啊 另一个说法呢 更宣 说什么呢 地龙吸水 当地人说呀 在古城的地下 一直盘踞着一条地龙 这条龙的度量呢 很大 不管地上有多少水 只要他一张嘴 所有的水呢 都会被他吸到肚子里去 这就是古城不会内涝的原因 不可思议吧 这说法呢 一个比一个圈 当然这两种说法呢 不管哪个 咱都不会信 毕竟什么神龟啊 龙啊 它都不存在 那么赣州古城千年不落 从科学角度 他到底该怎么解释呢 洪雨估计啊 接下来的事呢 您肯定要震惊 怎么呢 画面上的这位呢 名叫陆川 赣州市城市规划展览馆馆馆长 他不仅多年从事城市规划与研究工作 而且呢 对赣州的历史文化呢 还有过深入研究 我们找到他 我们找到他啊 向他请教原因 您猜怎么着 他竟然说神龟驼城啊 只是传说 可地龙吸水 这却是真的 地龙吸水是真的 这可信吗 专家说的地龙究竟所指何物 复杂的排水系统究竟暗藏了哪些秘密 一旦系统封闭 更多的雨水 为何仍会神秘消失 经典传奇正在为您破解 赣州古城千年不落的秘密 商界说到 关于赣州古城千年不落的原因 专家呢 竟然说 地龙吸水的说法呢 是真的 当时呢 我们一听啊 吓了一跳 说这怎么可能呢 龙 那只是传说中的神物 那世上怎么可能真有 地龙吸水这样的事呢 当我们再次追问呢 专家笑了 专家说呀 说他说的地龙啊 其实呢 并不是咱们民间传说中的龙 是什么呢 是古城的地下啊 它藏着一条巨大的排水沟 或者说呢 排水系统 那古城地上的水 就是通过它排掉的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地龙吸水 那估计有人要说了啊 说这不废话吗 自古以来有城市 它就有排水系统 这没啥稀奇的呀 比如唐朝的长安 宋朝的汴梁 元朝的大都 那考古发现 这些城市的排水系统 它不仅很完整 而且呢 都是当时的一流设计 更何况 现在的城市排水系统 它不仅排水管道 它又粗又大 还加上了高科技 比古代的排水系统 那强太多了 可问题是 光有排水系统的管用吗 您瞧这些照片啊 武汉 重庆 杭州 南昌 哪座城市 它没有排水系统呢 可只要暴雨一大 你碰上个百年难遇 那还不是内涝成灾 你要是这个洪水 再来个倒灌 那更是会水淹全城啊 您说就一个排水系统 它就能够让赣州古城 千年不落 哎呦 有点悬 那么这赣州古城的地下排水系统 它到底有什么神奇呢 这个呢 还得听听专家的介绍 这个是浮沟的位置 这个浮沟的水呢 它是往这个 一个是浮沉河 还有就是往那个贡家的这边排 专家说呀 说赣州古城千年不落 那主要依靠的 还真是一条名叫浮寿沟的地下排水系统 啥是建的呢 北宋时期建造的 那自打有的他呀 这古城呢 就从来没有内落过 而且呢 更神奇的是 虽然他已经使用了近千年 可现在依然还在工作 啥 一条排水沟 他竟然用了近千年 这可能吗 而且有了他 这雨水再大也不怕 真这么神奇吗 那这是一条什么样的排水沟啊 他的神奇又究竟神奇在哪呢 为了一探究竟 我们决定跟随这位 赣州市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高级工师陈元增 一块下到辐射沟到实际去看看 那天呢 我们就撬开了古城巷道的印井盖 它下面 下面很深嘛 下面有的地方不见深 有的地方还 你这种不是很深 最深有多深啊 最深那个 这个上面 那个地表可能有四米到五米那个样子 所以要是走得比较深的话 最好带着那种防灯面具 带防灯面具啊 为什么啊 你们一些家王啊 这些气体啊 在采取了必要的安全措施之后呢 我们就进入了扶寿沟 这一进去呢 我们发现啊 这个尘封了九百多年的排水沟 看起来呢 就像迷宫 稍不注意呢 就会迷路 更关键的是 因为尘封太久 里面呢 透着一种啊 阴森之气 有点恐怖 不过呢 尽管这样 咱们呢 还是壮着胆子 开始测量考察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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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一个 对 保存的比较完好 这是直钩吧 对 也不算直钩 它应该是一个小的直流 是吧 它直钩应该说 相对一般来说 那四十公分到六十公分 那叫直钩 主手钩的直钩 这个它应该是 就属于那种前提表派的系统 直接连直接接到这里 就是属于那地表派 对地表派是 为了查清这些 沟区的分布情况呢 我们在里面呢 转游了好几个小口 哎呀 这里面啊 左拐右拐 头都转晕了 一共呢 走了几十条沟 打开了上百个检修井 可还是没看明白 这扶手钩 它是怎么回事 最后呢 我们只得调来地质雷达 对这个扶手钩呢 进行了全面扫描 这才发现呢 扶手钩啊 它其实呢 有两条主钩 但是织钩呢 它却是密如珠瓦 纵横角缩 几乎遍布了 赶州古城的每个角落 而且呢 这些钩渠 都和张江贡江呢 相互贯通 应该说呀 这个发现呢 让我们很震惊 九百多年前 古人在建造城市的时候 竟然能够设计出 这么复杂的排水系统 哎呀 真是想不到啊 不过呢 感慨之余呢 我们又多了一个疑问 什么呢 前面说了 赶州古城的三面环水 而且福寿沟呢 它与张江贡江 它又是相通的 按说呢 暴雨季节啊 只要这两条江涨水 那这个洪水 它会怎么样啊 它肯定会顺着福寿沟 它倒灌城区啊 那古城 它必定会内涝才对啊 可为什么千年以来 古城呢 却从来没有被淹过呢 哎 我们琢磨呀 说这福寿沟里面 它肯定还有秘密 那么秘密在哪呢 面对我们的疑问呢 陈元增呢 啥话也没说 直接呢 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那就是这儿 福寿沟的一个出水口 您看到了啥呀 在这个出水口啊 我们发现 这个口子呢 竟然被一块铁板盖着 那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哎 陈元增说呀 所以这东西啊 叫水窗 这个排水窗的左拥哥是 第一是它是这个泄洪 第二就是足流 就是足之外面 估计呢 外行人听胡了 什么泄洪啊 什么足流啊 不大明白 没关系啊 这东西的原理呢 你看个示意图就明白了 注意看啊 当江水上涨的时候呢 江水产生的压力 会把这个水窗呢 紧紧的压在这个出水口上 这样的江水呢 就没法流进这个福寿沟里 它也就不会倒灌城区 可是呢 当这个江水的水位啊 它低于水窗的时候 水窗外面 它没有压力 那这个福寿沟里的水呢 它就可以冲出水窗 从里边流出来 像这个江里呢 拍水 古人聪明吧 很巧妙的就把水利学原理呢 给用进去了 全自动 根本不用人管 事情说到这儿啊 甘州古城千年不落的这个秘密呢 好像已经浮出水面了 因为古城地下有一个庞大的排水系统 浮寿沟 它连通古城的每个角落 那地面积水呢 随时可以就近排泄 而这浮寿沟连通江河的这个出水口呢 它又有一个巧妙的水窗设计 有效的就防止了洪水倒灌 所以呢 古城千年不老 表面上看呢 就这两条 对吧 可是细细琢磨呢 其实呢 这里面还有问题 什么呢 如果连续暴雨 江水水位盖过水窗 那水窗会怎么样呢 刚才说了 它会自动关闭 注意了啊 这样的江水 它确实不会倒灌成躯 但是福寿沟里的水 它也是排不进江里的 那也就堵在了沟里 那时间一长会怎么呢 水排不出去 那应该还是会内浪 对吧 但事实上呢 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暴雨天气 水量再大 古城的地面 它就是不会积水 不会内浪 那些雨水 它还是会神秘的消失 您想 沟渠容量 它毕竟有限呢 那一旦福寿沟 它容不下更多的水 那那些水 它又去了哪呢 福泽千年的民生工程 究竟出自何人手笔 当年出于什么目的 要修建了这样一个工程 而又是出于什么原因 这项工程一直挺历千年 成为今天的传奇 赣州古城千年不落之谜 经典传奇 正在为您解密 上街都说到 水窗设计呢 虽然巧妙 可我们呢 还是觉得有问题 一旦这个江水上涨 水窗关闭 那城里的水 它也就排不出去 这样呢 还是可能会出现内浪 但事实上呢 近千年来 不管暴雨多强 古城呢 确实没有出现内浪 那那些雨水 它又去了哪呢 面对这个问题呢 陈元增啊 又带我们去了一个地方 这个是狮子堂 这个是狮子堂 一个池堂 这跟福寿钩 它有啥关系呢 陈元增呢 就告诉我们 说这关系啊 大得很 他说呀 在赣州古城 这样的池堂呢 有108个 分布在古城的各个角落 最关键的是 这些池堂跟福寿钩啊 它都是连通的 这个水堂在刚下雨的时候 就水量比较大的时候 它起到一个收集洪水的作用 当这个大雨过后 这个水量下去之后 它这个 这个由于这个水位比较高 福寿国足干的排水已经排空了 它这个水又回流到福寿国足干 这样就造成一个什么 就形成一个什么 什么情况呢 就是当我们这个古宋城 这个干州 屋里下多大的雨 这个地表排水 它在很短时间内 就排到这些池堂里面 和这个福寿钩里面 排到江里 相信听到这儿呢 您应该已经明白 干州古城千年不落的原因了 正如陈元增所说 别看这些池堂 它不怎么起眼 作用呢 却大得很 您来看啊 福寿钩 池堂 水窗 它们共同组成了 古城的排水系统 一旦雨量大增 张江共将江水上涨 12个排水口的这个水窗呢 自动关闭 防止了江水倒灌城区 这时呢 城区的大量雨水 它就会通过福寿钩 流进水塘 那么当这暴雨停止 张江共将水位下降 水窗呢 自动打开后 福寿钩和池堂里的水 它就又自动啊 就排到江里去了 这原理虽然简单 但设计呢 却是相当科学 古人的智慧啊 了不起 好 说到这儿啊 赣州古城千年不落的谜团呢 似乎已经解开了 但是您不知道 调查越深入 我们发现 这里面的疑问呢 却更多 那么还有哪些疑问呢 首先 福寿钩 它什么时候建的呢 北宋 距今呢 将近千年 一个排水系统 经历了近千年的风雨 还保存这么完好 它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次 据史料记得 福寿钩建成的时候呢 古城人口啊 它不到一万 当时的福寿钩呢 应该只为一万人服务 可是现在呢 古城人口呢 接近十万 增加了十倍 我们经常看到城市改造啊 其中的最常见的 那就是用更粗 更大的这个排水管 来替换原来较小的这个管道 为啥呢 就因为人口增加 排水量加大 原来的管道呢 它不够用 但是福寿钩呢 古城人口呢 虽然增加了十倍 可它依然应付自如 甚至呢 从来没有出现淤堵过 这又是为什么呢 就这两个问题啊 咱都不能不说 福寿钩它是一个奇迹 那么使用近千年 却从来没有预赌过 那这福寿钩的设计 它到底有什么秘密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呢 陈元增为我们做了一个试验 把这个泡沫丢下去之后 从它在这个掉水面的 这个济石开始 到前面这个井的时候开始 到这泡沫流到前面 这个井的过程 中间那个时间和距离 我们就可以计算 那下面水的流速 现在十点十九分 这是六秒 水流现在从那个井到这个井 大概距离是三十米 三十米当然要到流到这 要两分钟多一点 应该说每分钟十五米 那个样子 陈元增说呀 说答案呢 应该就在水流的速度快 水流速度快 不仅可以起到快速排水的效果 还有利于清理沟渠里的淤泥 可问题是 浮手沟水流的速度 它为什么会这么快呢 水流的动力又从哪来的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题啊 我们请教了这个地况专业的 高级工程师周元仁 他认为啊 这应该跟赣州古城的地形有关 为了验证这个判断呢 周教授就带着我们来到 古城东部的山上 这里呢 是观察赣州古城地形啊 就流露了张家 这一边的水系都是往共降的 通过查看资料呢 周教授确认 浮手沟的设计者 当初在设计的时候呢 应该确实充分的利用了古城地形的高差 加快了沟里的水流速度 从而就保障了浮手沟的排水效果 不过呢 你说仅仅水流快 就可以让辐射沟从不淤堵吗 在接下来的考察中呢 我们发现 这辐射沟里啊 确实还有秘密 哪呢 您来看啊 这辐射沟里 每隔40米左右呢 设计者呢 还加了一个沉井设置 这样呢 流水中的脏物淤泥 在经过沉井的时候呢 它就会自然沉积下来 那检修人员呢 只要定期的清理这个沉井中的堆积物 那就可以保证 辐射国的水流畅通了 谈到这呢 相信您得竖大拇指了吧 不光有主沟 还有沉井 水窗 池塘 那900多年前 咱们的老祖先就弄出这么先进的防洪防涝系统 这种水平 绝不比今天逊色 那么如此先进的系统 当年是谁设计修建 他又是出于什么目的 他要修建一个这么庞大的排水工程呢 这两个问题呢 其实并不复杂 甘州史料记载 北宋时期啊 甘州呢 有一个名叫刘怡的职服 福寿沟呢 是他主持修建的 那他怎么想到要建这个福寿沟呢 原来啊 刘怡呢 他本来的职务是都水城 相当于今天的这个水利部副部长 北宋西宁五年呢 也就是公元1073年 他调任甘州之府 可是来了之后呢 他发现啊 当地的老百姓是苦不堪言 每年发洪水 百姓呢 都要造灾 为啥呢 严格意义上说呀 因为甘州的气候和地理环境 啊 这个甘州城所在的位置呢 三面环水 其实呢 它是很不适合人类居住的 特容易被水淹 可是能搬走吗 不能啊 因为在古代呢 水路那是重要的交通方式 甘州城呢 它正好处在南方水道的黄金地段 它是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 两宿西江 甘州是一个 我们国家重要的一个贸易城市 一个一个一个交通枢纽城市 那么 填这条江 这是这是黄金水道的 那个重要的一个节点城市 据说当年呢 这刘之府啊 他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啊 不能搬迁 可也不能让老百姓年年这么受苦啊 怎么办呢 哎 当时呢 刘仪啊 他就出了第一招 那就是修建了咱们现在看到的这段古城墙 用来抵挡张江贡江上游的洪水 可是呢 后来他发现啊 光挡住这个洪水呢 还不够啊 只要江水一涨 城里呢 还是浪 老百姓呢 还得受苦 而为了根治水患呢 刘仪这台下狠心 开建了福寿钩 不过呢 这里呢 还有一个细节啊 据说呢 这刘仪啊 虽然贵为之府 可为了搞好这项工程呢 他除了设计之初 他带着手下是跋山涉水 亲自查看地形 那建设的时候呢 他更是经常下到工地的都场 甚至呢 还光着脚丫子 跟那民工的一块干活 说到这呢 咱就要说另外一个问题了 在通常情况下呢 下水道的墙壁 他会因为水流和湿气原因呢 很容易损坏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呢 咱们很少看到古代的排水系统 因为大多呀 都坍塌损毁了 但是咱们看到 福寿钩呢 虽然历经千年 却依然保存完好 那这是为什么呢 这还得归功于当年的刘之府 注意看哈 在福寿钩的建设中 刘之府呢 他还干了三件事 一是全部采用拱形砖器技术 就是拱形的部分 这个位置 这个设计 为什么他会用拱形这种形式 这个拱形第一是这样子 抗压抗震 从这个力学的原理来说 这个拱形是最抗压的抗震 你看中国古代这个 很多这种拱形 它不都是拱形吗 所以它就 就是说这个福寿钩 从包里九倍多年 依然这么完好 因为它这个拱形 这个结构啊 也是有一定的关系 其次 那就是它的用材了 它下面长期清水的地方 一般都是有调 这个调状这个石头 这种花杆盐都是组成的 这种耐水性 耐水 对 耐水 耐水 你看这个砖呢 是保持的非常完好 那至于第三嘛 您来看一个细节 看到没 福寿钩的这些砖上 竟然都刻有名字 基本上这块砖 这块砖 基本上这个砖上 都打了名字 对 每块砖都有名字 但是什么字 咱们倒是看不清楚了 现在 对 它这个第一 它这个烧制的过程 它可能也会有一点 这个模糊 它这个主要就是一个标志 就是标志是一个什么 就现在 现在我们的一种商标 没错 用今天的话来说呢 这就是责任到人 而正是因为技术 材料 责任 事实过硬 那咱们今天呢 才有幸还能见到这千年的奇迹 赣州古城居民 也才能享受到这千年的福泽 当然 这项工程呢 也告诉我们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要做起来啊 其实并不难 只要为官者 少一点急功近利 多一点目光长远 少一点浩大喜功 多一点勤政爱民 这就行了 好 下期节目 咱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能不能这么伤